大家好,我是老高 本期咱们来折腾下零课 S1288845HS迷电脑 有很多博主其实早已发布了S128的很多作品 相关的产品参数和烤鸡跑分 游戏啥的测试的也很多了 不新鲜了 需要的小伙伴请一步那边去看 老高这儿就不玩这些了 想必有些小伙伴一直观望 到底如何选择 老高这儿收集了下小伙伴们关心的问题 作为本期的主题 我们来把它大卸八块把玩一下 本期关心的问题 一,跪在何处 二,静在何处 三,全新设计的机壳有何玄机 新的PCB又有何玄机 MSC2.0 新风道下的各部件散热如何 VC均热板下面那个导热的东东是啥 硅脂,液晶 七,霹雳供电行不行 八,它到底能有多暗镜 下面我们开始了 我手上这台是国航 有零刻中文logo的版本 简单做个开箱 看看和之前其他博主视频里的海外版有什么不同 这台是准系统不含内存和硬盘的 一会儿我尽量找和官方正式版一模一样的内存硬盘测试 整理一下所有配件在这儿了 国航版的说明书为纯中文 赠送了一个系统U盘 以及系统安装方法 文件存放路径在卡片上 HDMI线来一条 4个螺丝孔位的橡胶塞子 多给了一个,5个 让8845HS的AI功能落地 赠送了一个AI相册 6账户家庭版5年使用权 贴心小螺丝刀一把 老朋友,行家品牌电源 19V 6.32N 128,5.5×2.5DC源头 电源重约272.7克 本体重约754.3克 电源长约7厘米 宽约7厘米 厚约3厘米 机器长约13.5厘米 宽约13.5厘米 裸后4.59厘米 加电脚5.01厘米 电脚后约4.2毫米 好,看一下本体正面 国航版 在暖色灯光下颜色会显得偏黄 其实和右边海外版颜色一致 我们把logo抠下来与国航版比一下 国航版调整了logo的大小更加协调 当然小伙伴们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贴个automan也是可以的 看一下一体式的机壳 金属CNC机箱 表面喷纱 放大画面看着更有质感 手感不错 微流指纹 国产小号Mac mini的机式感 所有两侧都没有开窗 密闭一体式的 最后IO侧以及底板也有较大的改变 全新设计 我们过会展开来详细慢慢聊 看一下接口左边开关 BIOS复位 3.5毫米一屏口 USB-C口10Gbps USB-3.2A口10Gbps IO侧上面一排加高的散热出风口 USB-3.2和2.0A口各一个 2.5G网卡 这还有个USB-2.0A口 TP-1.4一个 ZNHDMI2.1一个 支持4KU20赫兹 购置3.5毫米一屏口 满血全功能USB-4一个 40Gbps PC电源口 之前有小伙伴反馈 当机器高负载运行时 散热器发热大 全金属机身这个部位会导热烫手 SE28这次后面版改为塑料材质 拒绝散热器导热烫手的同时 还兼顾了Wi-Fi天线信号 防止全金属电磁屏蔽 地板方面首先一体式的脚垫 厚约4.2毫米 增大了与桌面间的距离 地板的名牌和标签尽量的扁平化 压缩在靠边的位置 这样为地板腾出大量空间 改为大面积的散热孔 并且增加了金属防尘网 防止灰尘过多 保留了传统地板拉手 方便我们拆卸 等后面拆解完成后 我会总结整个风道的组成 和冷热空气交换和走向 下面我们先把它大卸拔块 开拆 首先卸掉4颗地板螺丝 抓住地板拉手 轻轻拉起地板 这是拥有大面积散热孔的新地板 全新设计的高密度透气 10克金属防尘网 将灰尘所挡在机器外部 小伙伴们都知道 灰尘作为电子元器件的头号大敌 其危害不容小觑 但是增加进风量的同时 势必然会带来灰尘的堆积 因此定制这个防尘网虽然不便宜 但是作为保证无故障运行 实在必行的投入 是值得的 卸掉两颗金属防尘网的固定螺丝 掀起防尘网可以看到开孔密集 做工精良 与整个机舱内的密闭性好 包裹严实 这样才是防尘的必要条件之一 这是全新设计的PCB副板 主要集成的是前面板的这几个接口 中间为两个NVMe SSD盘位的散热片 这两边为蓝牙和无线贴片天线 刚好在塑料后面板和塑料底盖之间防止电丝屏蔽 连接副板的排线是弹性金属片加螺丝固定排线 防止震动脱落造成的接触不良 拧掉螺丝抠掉排线接口 然后将副板两端的固定螺丝卸掉 就可以取下副板了 可以看到副板边缘贴有抗干扰导电胶带 贴于机箱内壁之上防止电磁干扰 旁边的电源灯周围也包裹黑色泡棉 防止漏光细节拉满 小副板做工也很精细 Type-C主控来自详硕ASM1543 支持10GBPS并有集成电路或留保护等功能 Type-C和USB供电旁边 绿波电容也不马虎 主副板分开不像原来 机箱内壹张满满的PCB挡得严严实实 想要搭建风道从何说起 先让我们拆掉蓝牙和WiFi的天线看一下 蓝牙和无线天线都是贴片的 分别粘在这块板子上 下面是天线走线 定有线位卡槽防止天线乱跑 整齐明了 天线走边路 并且无线网卡整个位置 与M2的盘位错开两支天线的距离 再加上旁边PCB 边缘也有抗干扰导电胶带 避免影响无线和蓝牙的信号 天线板子和M2散热片胶部粘在一起 我们先把M2散热片给拆了 散热片下有两条导致垫 其中一条丝膜一条副膜 我这台是准系统 一会找一条M2试试合不合身 这个散热片是给两个M2盘位设计的 厚实小数字尘也挺密集 我们量下尺寸 宽度约4.8厘米 厚度约9.6毫米 长约7.3厘米 这一块散热片是为这两个M2的盘位服务的 下面拆掉无线网卡 说起这个无线网卡的固定 起初是黑胶固定 老高每次视频总结 都拿它来开刀给林克厂家提一件 一直到厂家后面定制了金属扣片 但还是不够完美 这次终于改为定制的PVC固定扣片 就防干扰胶带 小心接掉它就可以取下小副板了 PCB上有丝印1.1板 看来这个小板也是经过林克改进升级的 防干扰胶带从USB口网口 DPHDMI-C口 电源口一路贴过来 再加上刚才小板上USB2 这样就贴满了 看到这个螺丝弹片固定装的电源开关结构 上期做过的EQ13继承了S128神功大法 这只是卡拉米的一小招 后面还有很多大招都是源自S128的 上3.5号套筒 我们把架空PCB主副板和机壳底板之间的一个个金箍棒 螺柱都给它拧下来 继续往下拆 一共是6颗螺柱 外加一颗固定螺丝 这样主板整个的固定我们都已经拧下来了 用敲棒挑开主板边缘和机壳内壁 粘在一起的防干扰胶带 分别在左右两侧 用手扣住PCB这个弧形的缺口 可以轻松把主板取下 当然这个弧形缺口并不是仅仅为了方便下手抓主板 这点后面我们再详聊 一体式CNC金属机壳 四周支架加螺柱来架高 固定主副板 看一下这里的细节 内壁有多处没有做氧化 用来粘贴抗干扰导电胶布 配合主板PCB粘贴处留下的漏铜 让导电胶布更好的发挥作用 散热器片硕大 宽度约为10厘米 厚度约17毫米 风扇和散热器把主板挡得严实 我们先拆了风扇看看 拔掉风扇插头 拧下三颗固定螺丝 小心取下风扇 叶压式静音风扇 来自安卓V定制10512 12V 0.3A PWM四线静音风扇 这就是VC均热板 多建于高端手机或者平板中 其中灌装的是纯水 金属烧结的不会漏液 定制价格也是比较贵的 在去年我们做GC27和S27测试的时候 有小伙伴问 VC均热板下面的导热填充物到底是啥 上次我们没拆啊 这次我们直接把底裤给它扒了看看 卸掉均热板上的固定螺丝 先把风扇给它卸下来 这样就看到均热板的庐山真面目了 喝钱摇一摇 松动了之后呢 我们小心把它起开 挂拉肠子这根窄的导热垫 是供电电感旁边 贴片MOS管导热到均热板上用的 CPU周围第一圈是质地更细的 弹性泡棉 再往里感觉是像7921浮成水泥的硅枝 质地较干且粘 为之把CPU晶体旁边的电容电阻等覆盖起来 一方面起到绝缘作用 另一方面把导热填充物限制在晶体上方 内外两层应该是隔离里面 在这儿填充物的防止外流 最后是填充物本体 特意咨询过厂家 像常见的液金是有腐蚀性的 而他们用的是有专利的 无腐蚀性高导材料 具体是啥因为涉及到技术类的商业机密 老高也不清楚 不过根据我做博主一昆年的经验看 MOS里面有部分是液金 另外看颜色和质地 猜测可能是含银等金属粉泥类的混合物 IT8813E具有多功能集成高效能耗管理的 中高端EC电源管理控制芯片 多建于便携移动设备上 新元系统MPS2339降压稳压保护芯片 瑞玉5452USB Type-C PD3.0控制芯片 视频后面测试下PD供电能否支持 USB4 Retimer来自Kando KB8802 支持最高40Gbps 生卡来自瑞玉ALC897 比那些廉价的入门低端货要好一些 2.5G网卡来自小螃蟹 525BG 去掉了插头电线式的电池组 改为主板电池槽 防止电线干扰 华邦32MWSON8NOR Dios芯片 Tray8419 HDMI Retimer 支持HDMI 2.1 不少4090的显卡用的也是它 电源插口旁边布满稳压 MOS管 绿波电容等 为稳妥供电提供支持和保证 VC军热板重约167克 主板重约135克 加在一起302克 再加风扇402克 整理一下所有的配件在这儿了 下面组装起来 首先了解下淡化加充电器是有区别的 像灵克之前推出的这款是专门为迷你电脑设计 笔记本也可以通用 而市面上大部分的淡化加充电头是对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设计 普遍的耐开机顺时电流功率较低 保护预值也较低 所以如果插在mini电脑或笔记本上可能出现开不了机 或者运行不稳定 出现黑屏重启等现象 空载的待机功耗约0.2W左右 我们把供电线插在ACR8后面的USB4上 这个口才有PD功能 此时待机功耗约为2W 点击开机 我们先进入BIOS看一下 8845HS内存32G 我这台是准系统 我们用U盘做了温图够 我们插上 跑一个ID64 看看功耗如何能不能稳定 使用PD供电的话 建议使用默认的平衡模式54W 当然使用65W也没有问题 因为我用的这个PD供电头最高 可以支持到120W左右 冗余量比较多还是比较放心的 此时整机的功耗约为77W 路上只有一条PD供电线 不过老高觉得吧 既然自带有充电器 如果不是临时拿来应急 没必要浪费一个USB4来做供电 不过小伙伴们的宗旨 一向是这个功能我可以不用 但是厂家不能不给 现在已然是凌晨12点10分 我们特别找这个时间 来测试一下S128 到底是不是安静 它的静音程度会是如何 我们先看一下室外的这个噪音有多少 我说话会影响温背仪 先把嘴巴闭上 竖节上回 方才测试PD供电后半长 默认54W TDP跑了两分来钟 功耗和发热都已经充分了 风扇转速也上来了 噪音基本和烤机30分钟差不多 贴脸看一下前面40分倍多点 后面出风口噪音最大的地方是489分倍 我们关掉烤机让它冷静下 风扇转速徐徐下降到1500转左右 还在继续下降 此时还没降到最安静的时候 前面板贴脸356分倍 后面出风口39分倍左右 在对比下 我机柜里的设备噪音 先看NAS 平时有个47、8分倍的样子 这算是比较安静的 软路由并不是单纯的待机 CPU大概占用率有30%左右 此时前面有45、6分倍 后面出风口48、9 机柜顶上不开散热扇的时候 有36、7分倍的样子 打开风扇就起飞了 53、4分倍 这还是用的猫扇 关闭机柜玻璃轮噪音会小很多 还剩34、5的样子 下面我们测试的时候 把能关掉的所有的噪音源 都给它关上 俗话说 安静的吊跟针都能听得到 这是支针 我们丢下去看看 待机噪音目前是32、3分倍左右 大家可以听一下我说话的干扰 我收一说话 噪音仪直接爆表70多 大家可能对这个分贝不是很有感觉 通常情况下 低于30分贝很少很少有 可能只有实验室里才能有 我们一般家庭里面是低于40分贝 30多分贝的话 就已经非常安静了 给小伙伴们演示 我们倒杯水 看看这个噪音有多少 5、60分贝吧 通常我们人说话的话 声音大概就是5、60、6、70 像老高的声音比较低沉 可能对这个分贝仪影响比较大 正常人说话就是5、60的样子 3、40都可以说是安静 过了50之后能感觉到吵 而过了60之后呢 是声音非常大了 70再往上 那就是非常吵了 8、90小100那就人受不了了 我们正常情况下 小主机贴脸侧 4、50分贝不算吵 距离30厘米的正常使用这个距离 有个3、40分贝 尤其是低于40分贝 那就是相当的安静了 基本上你看 现在就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我们把这个Mac放到旁边听听 S128的噪音控制已经是相当的优秀了 当然有的小伙伴可能会抬杠啊 那它满载的时候也很吵 那试问你有没有机器满载的时候它不吵 基本上很难 除非像台式机做到那么大 水冷的那个冷排和风冷的风扇也会爆转 这很正常的 尤其是像笔记本 迷你电脑啊 离着人会比较近 所以感觉到这个风扇的噪音会大一些 那是正常的 我们贴脸侧也就50分贝 如果是用平衡模式的话 甚至可以低于50分贝 本期关心的问题汇总 一、位在设计、做工和用料 下面我们缓缓展开来说 二、不再是一块PCB严严实实 而是主副板 用罗柱固定架空 预留风道 凉风从底部鱼罐而入 以此经过两条内存NVMe SSD散热片 CPU风扇导流 最后机身后部散热器片 出风口吹出热风 各个部件温度均保持较低 三、新机壳 CNC金属机身 国航版调整了正面logo的大小 颜值直逼Mac mini 底部大面积进风口加防尘网设计 最后的面板采用塑料材质 这样后出风口的散热器周围防烫手 兼顾WiFi天线信号防止电磁屏蔽 四、主副板加罗柱架空 WiFi网卡与顶层M2盘错位 WiFi天线固定卡扣 由最早的一坨黑胶变为金属片 最终进化为透明塑料扣片 WiFi天线走位和粘贴处 位于塑料后面板和底盖处 防止电磁屏蔽 PCB多处防干扰导电胶带 且机壳内壁预留无氧化层胶带粘贴处 便于保证导电胶带防干扰效果 主副板排线用金属弹性卡片和螺丝固定 防止运输抖动接触不良故障发生 去料插头电线式的电池 改为主板电池槽 防止电线干扰 5、老高这台广行版是准系统 特意找了与厂家套餐同款内存 待机33至34度满载40度左右 NVMe看其他博主测试 待机在43度左右 CPU带机33满载90度最高 此时环境温度将近29度左右 6、VC军热板下的导热介质 为5辅实性的高导材料 据说成本是液晶的5倍 老高盲采里面貌似有部分液晶 看颜色和质地 猜测可能是含银等金属粉泥类的混合物 因为涉及商业机密 无从得知具体情况 PT供电没有问题 65瓦下也可以启动 好机都没问题 鉴于目前PT3.0供电为100瓦小主机 开机瞬间功耗电流较大 建议切换至均衡模式 TDP54瓦下使用PT供电 老高觉得更放心 把日常使用放在老高电脑桌上 除了部分干重活时 其他时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即便是深夜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喜欢的话 也请务必点赞投币三连转发 这会对老高有非常大的帮助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折腾的开心 开心的折腾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